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跟大家聊聊相关于东亚的新闻啊 先跟大家读新闻 首先第一个新闻两个新闻啊 第一个新闻韩国的媒体啊 说尹薛否认下月访日参加四方峰会 四方峰会是什么 印太战略呀美澳日印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尹薛不去了 首先里面的内容没什么可看 总而言之这就是个结论 标题就是结论 韩国不去参加这个印太战略 也不做观察员 也不跟美澳日印一起开会 哎呀 韩国是这样 我今天跟大家说我要读两个新闻 再跟大家直接说第二个新闻 日本的新闻 前两天的啊 白宫的新闻秘书啊 否认日本被邀请加入奥库斯 美国人说的啊 日本没有被邀请啊 就是说加入奥库斯 奥库斯是什么 然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嘛 对不对 这是昂萨联盟啊 对奥库斯越做越小 美国人这个圈子越做越小 然后做到奥库斯 最精华的一个圈子 对不对 什么这个美澳日印啊 对不对 印太战略四个奥库斯 三个 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 五个 五个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呀 然后的话 美国的圈子越做越小 美国不希望这个圈子变大吗 当然希望 对不对 当然希望 美国人希望拉着日本人 拉着韩国人跟中国对抗 可是为什么美国人自己呢 出来说 日本没有被邀请加入奥库斯呢 非常简单 我简单跟大家来说 因为美国人要脸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美国人要脸 如果日本人自己出来否认 就跟刚才野虚越做的那样 美国人没脸 美国人就变成小没脸咯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像日本 其实日本这个国家呢 其实特别的周到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 礼貌 对不对 然后要道歉的话 得撅着屁股给你磕头 这才叫认真的道歉 日本这个国家 就是透着那么一股子周到的味道 对不对 包含台湾的问题啊 大家也都知道 从安倍到菅义伟 一直都在借着台湾问题 向中国叫板 是为什么 是因为 钓鱼岛问题 没办法说呀 说了就是伤美国人的面子嘛 对不对 毁掉美国人的信用嘛 日美安保条约 白在那里 美国人就不来呀 对不对 如果日本人一直在反复的喊 钓鱼岛出事了 钓鱼岛都是中国的海警船 你说美国人来不来 日美安保条约 就写着覆盖钓鱼岛啊 克林顿 奥巴马 然后的话 等等等等 到现在的总统 美国总统都说了 钓鱼岛就是覆盖 这个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的 就在里面 那美国人为什么不来呢 来 来不了 如果不来 美国人没办法来 伤的是美国人的面子 所以说 日本人一直以来都在尽量的避免说钓鱼岛的问题 但是钓鱼岛给日本人造没造成压力 当然造成了 对不对啊 造成了压力 所以说他只好把这个压力往外去转 转给台湾嘛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就是因为钓鱼岛的问题 没办法说 台湾这个问题就成了问题吧 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这个国家周全 对 伺候人 是周到 对不对啊 一定要干干净净 清洁清洁溜溜 对不对 总而言之 特别周到啊 这样的一个国家 如此好面子的一个国家 让美国人自己出来说 日本没有被邀请奥库斯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台阶吧 对于日本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下台阶 下场的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周到的一个事情吧 总而言之吧 这个事情肯定是日本自己觉得 真的是没有办法加入奥库斯 其实就跟尹徐叶这个新闻一样啊 这两个新闻大家放在一起来看 首先韩国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 尹徐叶刚选上的时候 很多的大陆的朋友 觉得哎呀 怎么能选上呢 对不对 肯定是坐票了 有鬼 相差 0.8 如何如何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尹徐叶不靠谱 不行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都认为 这个尹徐叶上台 对于中国来说 没有利益 大家才显得比较着急 不过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尹徐叶上台 他也做不出什么违反中国利益的事情 原因非常简单 韩国太小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尹徐叶背靠的是财阀上台 财阀 这些人的利益啊 财阀是看钱的 对不对 要看钱的话 他就跟中国脱离不开 脱离不开关系啊 如果真跟中国的关系 发生了一个大问题的话 韩国的财阀直接被影响 如果韩国财阀被影响 他们扶植起来的尹徐叶 那就想想他的压力又大了 所以说呢 尹徐叶啊 这个时候出来说 我不加入啊 我不加入什么 印太战略四方的会谈 这种新闻就会出来 其实啊 一直在跟大家聊 就是说 不管是啊亚洲啊 中国的战略目的在亚洲 就是把美国人影响力啊 挤出去 其实这个这个速度啊 就把美国人挤出去的这个速度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真的是太快了 大家发现没有 太快了 这这才多久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看看亚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西亚跟美国人翻脸 我跟大家再多说一个新闻吧 就是今天的新闻 然后的话 那个沙特的王储跟习近平通话 对不对 然后两边那个关系之热烈 说的话之恶心 真的是恶心呢 沙特那边都直接说 啊我们很在乎中国的地位 中国好棒 对不对 直接这话都快扔出来了 暂时 咱们看一看沙特之前如何对待美国的 对不对 拜登要通过电话 不接 阿联酋 不接 沙特放话 说石油用人民币交易 你知道这个世界变化有多快吗 西亚变成了这样 南亚 印度对不对 印度本来啊 因为边界上的问题啊 跟中国要死磕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哎呀 结果呢 因为一场俄乌的战争 大家把美国人的形象看在了眼里啊 然后美国现在就是不能啊 放弃自己的利益 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 打这一场仗 打这一场仗 自己还不上手 让别的国家去死 你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什么样的感觉 印度就出来说 我第三方 我中立 对不对 美国又在持续的施压印度 包含前一段时间啊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拜登跟莫迪 要通话的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就判断了 印度不会发生大的转变 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尊重印度的想法 对不对 然后面子都不给印度 印度就这个 印度这种国家呀 如果连面子都没有的话 他肯定不会倒向美国的 而且本身印度也当自己是大国 也确实这个国家不小 人口又那么多 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倒向美国 得罪中国 得罪俄罗斯 到最后你说印度 真的是啊 被美国要吃的死死的 所以说印度不可能转向 当时我就跟大家说了 可是啊 然后第二天的新闻 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 拜登啊 跟这个莫迪打完电话 非常快啊 打完了 对不对 然后刚开始啊 新闻出来啊 两边没有给压力 没有让印度选边 没有让印度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 对不对 没有没有 美国没这样做 隔了一天 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不对 布林肯直接说 印度的人权出了问题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南亚也变天了 印度都跟美国翻脸了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西亚南亚 东南亚就不说 对不对 咱们就说东亚 今天聊的是东亚 然后的话 日本先放个新闻 对不对 我没有被邀请加入奥库斯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 对不对 没加入奥库斯 然后的话 其实对于谁有利益 对于中国有利益 对不对 对于美国是 对于美国没有利益嘛 对不对 美国最希望自己的 这种紧密的联盟 加入的人是越来越多 而且不管是奥库斯 还是印太战略 直指的目标 就是中国 如果说离中国那么近的 日本跟中国翻脸了 你说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好事 其实就跟乌克兰 这场战争一样 美国自己不上手 乌克兰去打俄罗斯 对不对 乌克兰你跟俄罗斯死磕 对于美国来说 才是最好的事 其实放在亚洲 放在东亚 同样的道理 日本你 你去跟中国死磕去 对不对 我美国 远远都看着 你们两个互号 对于我美国来说 有好处 我美国如果自己动手的话 如果没打过 伤面子 对不对 然后就算 耗入到 耗入到了一个 长期战争 我还伤实力呢 对于美国来说 伤实力 这种事不能做的 所以说 如果日本加入奥克兰斯 对于美国来说 那么好的事 结果呢 日本没有加入 这就是结果 东亚也变成这样了 包含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韩国 对不对 韩国现在 尹虚业啊 很多的朋友都认为 这上台就是一个亲美的 一个总统 对不对 我之前就给大家说了 这样的人 不可能跟中国翻脸的 他只能两边横跳 你知道吗 如果说韩国的尹虚业 敢说加入印太战略 直接就跟中国为敌 你看一下韩国怎么被收拾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年的萨德 对不对 萨德一出来 你说实话 这个事啊 在我看 在我看起来 不大 而且萨德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中国还没有像 像现在这种世界的地位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中美贸易战 什么都还没打 那么这个韩国搞个萨德 中国简简单单的 一些小制裁 韩国的经济如何 你看看这些年 韩国的经济还有 那个时候涨那么快吗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看啊 就是韩国的GDP增长 跟中国的GDP增长 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的 中国这边涨的越快 韩国涨的越快 为什么 两个国家离得近 然后两个国家离得那么近 经济贸易往来特别紧密 可是出现了萨德这个事情之后 你就看看韩国的经济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不对啊 一个小小的事件 萨德 韩国就直接被影响 如果说韩国现在要加入印太 那个美日印澳 对不对 印太战略要加入进去了 哎 你就看看韩国到最后怎么被收拾嘛 对不对啊 印太战略一说就是中国 一说就是中国 奥库斯一开会就是中国 然后如果说你要加入这种反中的组织 那你自己好好承担后果 对不对啊 你就好好想想承担后果 大家发现了没有 讲到这儿的时候 东亚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了 对不对 然后就算是选上 韩国选上了一个亲美的一个总统 他也做不出什么样的事情 归根结底是什么 两个字叫利益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说 对于韩国来说 他们选择的是利益 对于咱们中国来说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自己得清楚 对不对 并不是说所有的选择都是别人来做的 我们一点事都没做 并不是这样 大家得知道啊 尤其是中国现在这种状态啊 其实像什么呢 其实更像恩威病师的状态 你知道吗 真的是像恩威病师的状态 很多的朋友都认为中国只有恩 没有威 那真的是大错特错 真的是大错特错 就是说啊 很多的朋友都认为 中国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 对不对 和确实 确实和和平啊 也没打什么仗 然后的话 中国的经济起来了 这也都没问题 对不对 中国经济起来之后呢 然后对于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都有影响 谁跟中国关系好 大家一起赚钱 这样产生了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连接 但是大家得知道 还有个恩呢 还有个威呢 对不对 威从何来 看一看最近的新闻吗 对不对 歼20在东海 然后的话定时巡航 那么保持常态性的巡航 对不对 然后东海往北就是韩国 你说韩国能怎么动 你就说一说 韩国这个国家怎么动 对不对 敢不敢动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的状况 知道吗 不仅是歼20 航空母舰 对不对 包含什么 大那个055的大区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 军事装备 确实也在改进 确实也在翻新 确实也造了很多 对不对 这些东西 只要往大海上 往天空上 那么一放 对于其他的国家 就是产生影响力 对不对 我虽然不打你 我让你看一看 你打得了吗 对不对 你自己颠颠颠颠 你干得过吗 干不过就听话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 为什么远交进攻啊 对不对 远方 你没有那么容易啊 打到他 你跟他用N的方式 大家做生意啊 绑定 像韩国 像日本 咱们也可以用经济的方式绑定 但是的话 如果说你不听话 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威也在 所以说 大家看到了亚洲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对不对 西亚 沙特刚跟习近平 突然电话 对不对 南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印度 美国人都快把印度逼疯了 然后中亚 就不要说 东南亚 不要说 东亚 对不对 东北亚 然后东北亚 东亚是这种状况 日本韩国 尤其是韩国 选上了个亲美的 也没用 日本 岸田文雄 明明就是一个 想要跟中国 修好关系的 这样的一任首相 他更不会做出 什么过分的一个事情 那就剩谁了 大家观察一下 就剩谁了 西亚 中亚 南亚 东南亚 东亚 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可只有一块有问题 大家想想 哪有问题 台湾 台湾感动吗 你看看 就这种环境 台湾感动吗 真感动 感动的都哭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状态 最开始跟大家讲 中国的战略 在亚洲的战略 是把美国人的影响力挤出去 我说速度快 大家觉得快不快 包含前几天 我还在跟大家说 什么西亚 什么南亚 中亚 东南亚 这些地方 都现在看起来比较稳定 东亚不好说 但是走到了今天 大家一看一看 日本和韩国的新闻 是不是把这块 给弥补回来了 台湾你自己看一看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最近的民调 奇奇怪怪的 台湾人因为俄乌 这场战争 不大相信 美国人会派兵 来帮助台湾了 对吧 但是台湾人还相信 日本人会来 对不对 不相信美国人会来 相信日本会来 那日本现在 你看一看 这是什么状态 日本连如此的 就是说 这种种族主义的组织 奥库斯 全都是昂萨人的 这种组织 日本人竟然不加入 你台湾你想怎么样 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看到了 台湾的蔡英文 越来越乖 对不对 越来越不敢动 大家也就看到了 就算是美国的议员 去台湾 然后的话 然后她也做不出 多大的事 这个蔡英文 也不敢喊硬话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整个环境都变了 你台湾能动成什么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说实话 讲到这的时候 必须要跟大家多一句 你说美国人恨咱们中国人 那不应该的吗 对不对 你说美国人恨中国人 真的是真的是应该的 明明原来亚洲 美国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对不对 50年代的时候 你说金门炮战 美国的军舰就赶往这开 96年的时候 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摆过来 对不对 咱们拿他没折呀 真受气呀 短短这有30年吧 20多年的一个时间 从96年的导弹的机 变成了现在这种状态 你整个亚洲 你美国都没有影响力了 对不对 你的军事基地还在日本呢 你的军事基地还在韩国呢 结果这两个国家 现在一个不加俄固斯 一个不加你的印太战略 你说美国人的影响力在哪 你说美国人恨咱们中国人 不应该吗 对不对 包含最近美国人议员要去台湾 对不对 要去台湾 你说说实话呀 佩洛西啊 这个确实过分了 但是佩洛西没去呀 对不对 佩洛西确实没去呀 现在去 现在去台湾的就几个破议员而已呀 对不对 去了台湾之后 你看那咱们还挺不高兴的 然后的话军演就摆上了 你说美国恨咱们不应该吗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想想 美国的这些议员去了台湾岛 然后是说了两句硬话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议员主要说的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他没台湾的企业要去美国投资 台湾的这个要买什么F16 对不对 他连F35都不提 更不要说F22了 买他美国的F16 买美国的波音客机 然后的话台湾的这些企业呀 去台湾呢 对台湾的企业最好的台积电 对不对 芯片行业啊 赶紧去美国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你是美国人 你会觉得美国长脸吗 你觉得美国长脸吗 跑到台湾 然后跟台湾人要钱 而且那话都说白了 知道吗 真的说白了 说啊 如果说啊 那个台湾的企业没有 没有去美国啊 投资的话 那我们这些美国的议员就没有办法 没有基础 向美国人介绍台湾有多重要 对不对 只有台湾的企业去了美国设厂 开一些企业 然后的话 这样我们这些议员才有了啊 这个由头向美国人民介绍台湾重要 对不对 你也不说保卫台湾 你只说向美国人民介绍台湾重要 这不可笑吗 对不对 这不是一些可笑的事情吗 而且讲的全都是钱 而且炸的台湾 炸的全都是台湾人的钱 台湾企业的钱 对不对 台湾人的纳税钱买买飞机 对不对 买那个波音 永远都是这一套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不觉得丢脸吗 满眼都是钱 对不对 台湾人把美国人都当干爹一样看 对不对 美国爸爸都这样的地位 结果美国爸爸一来就是钱 对不对 就是钱 钱钱钱 对不对 芯片行业很棒 台湾企业去美国 这话都说通了 都说明白了 都摆在明面上说了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恨不恨中国 我只是去要钱 对不对 我只是去台湾要钱 你就那么生气 干嘛 对不对 你想怎样 对不对 你想怎样 中国大陆 你到底想怎样 你说 这没有任何办法 作为一个中国人 咱们也来说说 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 谁让你弱了呀 谁让你弱还要嘴硬呢 对不对 赖不得别人呢 台湾问题怎么出现的呀 对不对 日本人要负全责 你美国人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呢 对不对 50年的时候 你美国的军舰在哪里呢 我们想要统一 对不对 那个时候要打老奖 追老奖 我们想要统一 结果呢 你给老奖送坦克 你给老奖送军舰 对不对 然后你美国不负责任吗 现在你弱了 赖不得别人了 知道吧 美国人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变化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变化 在亚洲就是这样 你就说日本和韩国 今天要主要跟大家聊的新闻 他能翻天吗 他能翻天吗 刚才跟大家说了 恩威并食 对不对 恩就是经济 你说韩国跟日本的经济 跟中国绑定成什么样了 你看一看 因为一个萨德 韩国的经济被影响了多少年 对不对 你看看日本 对不对 自己内部争斗的起来 就围绕着与中国的关系啊 经济上如果往来没那么紧密的话 日本的内部怎么会斗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岸田文雄跟安倍啊 对不对啊 然后他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恩都到这一步了 别说还有威 对不对 歼20常年在东海南海巡航 东海北边是韩国 然后东海的东边是日本 东海的南边是台湾 歼20 再加上以前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中国的052 055 都出现在 出现在东海 比较靠日本的一些区域啊 对不对 钓鱼岛海域的北面 对不对啊 那你说你 那你说 你说你说 你要真觉得自己够硬 跟中国要死磕 恩威病师说 我不怕你中国 你中国的恩不是恩 你的威在我眼里看来不是威 我跟你中国干 你说日本跟韩国加起来 够中国打的吗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说日本跟韩国加起来 够中国玩的吗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很多的公知 原来吹日本 日本神乎其神 日本的坦克有多牛 对不对 日本的那个什么 那个出云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玩意是航母 对不对 但是你没法造啊 F35 那是美国人的 对不对 打下了一下 你就少一下呀 而且还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导弹 这一类的武器 日本和韩国 他有吗 对不对 他有吗 而且说实话 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 中国自己造的 我想饱和式攻击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要饱和攻击 我就饱和攻击呀 你受得了吗 所以说恩威病师的存在 导致日本和韩国没法动 你说未来会有大变化吗 日本能变成什么呀 能啊 军事上能把大陆平推了 能把中国平推了 或者韩国 军事上忽然发展起来了 要把中国能平推 是这种情况吗 你看看日本那一帮 哎呀 那个那叫什么死宅 对不对 死宅天天蹲在家里的 你指望这些人打仗 啊 还有韩国那一帮 对不对呀 小聪明很多呀 对不对 韩国那一帮天天啊 键盘很有力 让他去当兵 跟要他死一样 韩国最最最 韩国的男孩啊 最最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比如说啊 我打电竞 我得个什么奖 对不对 亚运会得个什么奖牌 我就不用服兵役了 我最厉害 你指望这些人上战场 恩威病师 恩经济绑定死死的 威你拿我怎么样 未来会有大改变吗 这就是整个亚洲的变化呀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剩下那个台湾岛 他能怎样 看到了亚洲这种变化 大家知道未来的趋势了吧 非常非常快呀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呀 没想到美国如此快速的 在亚洲就不行了呀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当心的铃 谢谢大家收看啊 再见 再见